台中市场卢树燕脸书发文 首先恭喜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当选 但是更重要的在后头 就是能和美国新政府有新合作 其中重启谈判协商莱猪议题成为关键 而国民党立委林维州认为 将来台美经贸谈判台湾 就不必周籍明年元旦开放进口 受荣金美猪 但学者分析莱猪是等不住了 基本上它是要求你这个 美猪一定要开放吧 就是说你要谈判 一定要先这个先决条件 你知道吗 这样子当然是有点强人所难 同样的美国对所有的样子 其实他就是要自己按下垂 你知道吗 受荣金这个部分 不管怎样是不会让步了 我认为应该是不会改变 因为美猪进口明显是对美国单方面比较有利 对美国的农业州的一个出口有利 我觉得美国还是会继续的 希望台湾能够执行这项政策 学者认为没有转环空间 党政构层也透露开放莱猪这件事预料政策不会改变 只是蔡政府松绑美猪牛当成BTA双边贸易协定秋门专 但在川普阵内没有看到进展 拜登上台机会看能否大一些 能够有助于扩大台美之间的双边的这种贸易 或是经贸的利益 拜登应该也会支持的 只是说他会不会用这个贸易协议这个名词 可能他会考虑 因为毕竟这是比较具有一种正式的这种双边关系 国际事务专家看好拜登经济学 还没能举行台美经贸对话 渴望在白宫一组后 让台美再靠近一点点 记者陈建安李怡婷台北报道